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 手把手教你学STM32系列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图片显示实验 那么对于这个图片显示实验的话 主要是程序的这个软件的实现 就是说软件对图片进行一个解码 所以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的话 对于软件部分基本上对于我们正点原子 目前的F1和F4开发版 基本上这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的话 是适用于我们正点原子的F1和F4开发平台 那么在讲解之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显示实验的参考资料 那么对于我们目前已有的四款STM32开发平台 那么我们每一块开发版都配有这个图片显示实验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版配套的教程里面都有讲解这个图片显示实验 那么比如说转件开发版 那么在转件配套的这个开发指南里面 第46章有讲解这个图片显示实验 比如说这个探索版 那么它的这个F4开发指南的46章 也有讲解图片显示实验 那么对于这个图片显示实验的话 这个代码我们是放在这个标准历程里面 所以有酷显素和寄存器两个版本 那么对于这个不管你是用酷显素还是用寄存器 因为这个是纯软件的实现 所以他们在图片显示的这个核心代码部分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内容包含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会讲解一下这个图片 就图片的一些格式的一些概述 这里实际上我们主要是讲解的这个BMP JPEG还有GIF三种图片格式 我们进行一个讲要的概述 然后的话我们着重讲解的是什么呢 讲解是我们代码 怎么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图片解码的这个代码 那么这里我们列出来了这个三种常见的图片格式 一种是BMP 一种是JPEG 然后一种是GIF 那么这三种格式的话 我相信同学们都比较熟悉 那么BMP 尤其是这个中间的GIF GIF的话可能玩过一些什么微博 微信的同学可能就比较熟悉 实际上在我们微博 在我们网页上面 这个动态的图片基本上都是这种GIF的 那么我们依次来看一下这三种常见的图片格式 我们来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让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三种不同的图片格式 那么第一种的话是BMP BMP的话 它的全称叫Bitmap 那么它是Windows中标准图像文件格式 的标准图像文件格式 那么它的后阵名的话是.bmp 那么这个我相信很多同学在用画图工具的时候都知道 那么我这里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打开这个画图工具 我们这里是一个位图 我们这里在这里随便画 画了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画图工具的这个数据 我们可以保存 保存的话 我们保存在这个里面就有什么 就有BMP的格式 大家可以看 那么这个保存的BMP这里就有单色 16色 256色 还有 24位位图 那么比如说我们保存这个常用的什么24位位图 那么我们把它保存起来 那么保存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 这就是一个BMP的图片 同时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图片 我们继续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加一些色彩 大家可以看 加一些色彩 我们继续保存的话 也肯定是这个色彩也保存下来 那么这个图片对于BMP格式的图片 它采用的是这种未映射的存储方式 除了深度 图片的深度可选之外 它不做任何的压缩 也就是说 它是没有任何压缩的 每一个点是怎样的 就是怎样的 那么它的图像的这个深度可选 深度可选的话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举个例 这个应该还是蛮好理解的 它的深度的可选的话 是1481624312位 那么你的位越多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描述一个点的颜色 用的位越多 那么也就 肯定是说 它更加的清晰 同时它的这个 你的位越多 那么描述一张图片 那么它占用的空间越大 那么BMP文件存储的时候 它图像的扫描方式 是从左到右 从下到上 就是说 这是一张图片 它的格式是 从左到右 从下到上 从这个点开始的 那么对于这个BMP图像 因为它采用的是这种 未映射存储 没有任何压缩 所以它的缺点就是说 图片占用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有点是没有任何失真 BMP图片是没有任何失真的 所以对着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画了一个 这么简单的一个图片 我们这里保存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它占用的空间就有300多K 300多K 那么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格式 我们继续来保存 刚才我们保存的是BMP 我们另存为什么呢 这里还有 大家可以看 有GIF 有JPG 有JPEG 那么我们保存为这个 JPG 或者JPEG 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里保存了JPG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 它的大小变成了 只有43 48.3 那么之前的话 它是有多少呢 是有300多 那一下子变了 只有它的百分之几了 百分之十几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JPEG 或者说JPG 那么对于这个BMP 图像的这个图像文件 它的组成的话 这里我们列出来了 在我们PVT里面 那么这个的话 我这里还是在讲解 这个JPEG之前 我简要的给大家过一下 那么它的 它包含四个结构 一个是位图投文件数据结构 一个是位图信息数据结构 调色版 这就是位图数据 那么这四个的话 它包含哪些信息 在我们这个后面 比如说位图的信息 数据结构 它包含这个图片的宽度 高度 以及定义的颜色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这些调色版 什么的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摆兑一下BMP的格式 那么对于这个图片 图像这些处理 实际上对于这些格式 你要了解的很清晰的话 那除非说你要自己去写这个编码 或者说你要去优化图片显示的一些算法 那么如果说你只是使用我们的程序的话 大家就只需要一个简要的了解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百度去找一下这个BMP图像文件的一些格式的一些知识 那么来加深理解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JPEG 也是我们叫JPEG 那么它的 它也是一个图像格式 一种非常非常常见的图像格式 它的后缀一般就是JPEG或者JPEG 那么JPEG图像的话 它是有采用压缩算法的 它能够提供很好良好的压缩性能的同时 具有较高的重建质量 就是说它经过了压缩 压缩之后呢 图片的失真可以控制在很小的范围 所以它被广泛的应用于图像的处理 包括视频处理这些领域 那么它采用的是叫有损压缩 那么我觉得大部分的压缩 这个图片压缩 就是说对于我们这种图片格式 那么很多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叫有损压缩 它是可以将图像压缩在很小的存储空间 那么因为它采用的这个压缩技术比较先进 所以它的对于图像的品质进行了很好的保留 就是说它对品质改善的保留的比较好 那么它允许不同的压缩比例对文件进行压缩 那么比如说你的压缩比例越高 压缩比例越高的话 那么品质就越低 压缩比例越小 品质就越高 这个是很好理解 那么所以对这个JP7图像的话 那么在这个图像的质量 和存储空间之间就要选择一个平衡点 因为你压缩的越大 你的品质越低 你的存储空间越小 但是你压缩越大了的话 图像质量就干嘛了 就变低了 虽然你的存储空间变小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它们要在这个中间选择一个平衡点 那么刚才的话 我就给大家比如说这里一个图片 我就给大家保存了JPG格式 大家可以看到 它比这个BMP格式小了很多 但是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图片 可以看一看 这两张图片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这里把它截图过来 这是我们原本的图片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JPG图片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截图 大家可以来比较一下 那么这两张图片的话 对于我们大部分应用场景的话 我们可以认为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它的失真是很小很小的 但是它一定是有一丁点一丁点的失真 可能眼睛比较好的同学 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BMP格式 它是完全的 没有任何失真的图片 是什么样就怎么样 那么JPG是经过压缩 它可能存在失真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就是叫GIF GIF的话 可能就很多同学也很熟悉了 那么它是一种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种动态的一种显示 那么它是这个叫 Compute Service公司 在87年开发的图像 稳戒格式 那么它是基于一种叫LZW算法的 连续色调的无损压缩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叫无损压缩 前面我们讲的是 叫有损压缩JPG 那么它是一种无损压缩 它的压缩力一般在50%左右 那么对这个GIF的话 它的这种一般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89A 一个是87A 可能写过这个GIF解码的同学 可能就比较熟悉 那么在这个GIF图片里面 图片的数据里面 实际上是有这个信息的 告诉你是89A还是87A 那么87A的话 就是在87年定制的版本 89A的话是89年定制的版本 那么一般我们现在的GIF图片 基本上都采用的是这种89A的版本 那么对于这个GIF的话 可能很多在做这个QQ表情里面 微博里面很多 有些QQ表情都是GIF图片 那么它实际上 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短视频一样 实际上发生很多个图片 它把很多个图片 比如说A图片 B图片 C图片 它可以把它 最终把它压缩 放到一张图片 GIF格式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在GIF这个格式里面 那么它就会有一些信息 比如说每张数据 每张图片显示的时间是多长 然后怎么每张图片 这些信息是什么 那么这些都在这个GIF里面 给它定义好了 所以实际上GIF的话 大家可以理解的话 可以知道它是多个图片叠加 然后实现这种动态显示的效果 那么我们讲解了这三种图片格式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主要是讲解这个程序 那么对于这个程序的讲解 那么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开发板光盘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目前正典原则的话 有四款开发板 那么对于这个图片显示实验的话 因为主要是通过程序 来解码这个图片的数据 然后达到显示的效果 所以主要对于这个图片显示的部分 主要是软件的实现 所以对于我们正典原则的开发板的话 我们四款开发板的 对于这个图片显示部分的 软件解码部分代码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对这个F1和F4 我们也不区分开来 我们这里就以一个开发板的程序为例 给大家来讲解 那么比如说这里 我们打开软件版的光盘 找到程序原码 扩函数版本 那么这里有图片显示实验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 然后这里我们已经打开了 如果大家用的是其他的 比如说精英版的当然一样 那么迷你版的话 那么图片显示实验 显示部分的圆码 几乎都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探索版的话 虽然它是F4 但是它的程序 在图片解码部分 它用的也跟我们F1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相信 不管你是用哪一款开发板 那么你只需要 你看我们这个视频 比如说你 我们讲是以战尽为例 那么你是探索版的 那么你看这个视频的过程中间 那么在我们每个开发板的代码里面 都有一个picture的 这样的一个group 那么下面都是有四个.c文件 那么这个圆码部分几乎都一样的 并且这个测试方法也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区别就在于这个底层 那么这个底 比如说底层我们图片显示 我们要从SD卡读 那么有用的SDIO 或者说液晶显示 那么这个底层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对于这个底层每一款开发板的 SDIO LCD 在我们前面都有实验给大家讲解了 所以这不是我们今天讲解的重点 我们今天讲解的是软件设计部分 也就是这个picture group下面 所以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 大家不要认为好像我们这个不是配套的 那么我可以说这个对目前 只要你用我们这里的picture 下面的这个几个文件来解码 解码这个图片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都是通用的 那么这里我们就选这个站件为例 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代码 那么这个picture 对于图片解码的话 它的代码主要是在这个picture分组下面 那么这里就有四个文件 那么对于这四个文件的话 我们的每一个 首先三种格式 那么这三种格式 每一个格式的解码 都有一个文件对应 比如说bmp 是对应bmp格式的 gif是gif格式的 然后jpg jpeg是这个tjpegd.c 这个文件 它解码的是jpg 或者说jpeg 然后对于这个picture 这个.c文件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图片解码 函数的入口 因为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图片 不同的格式来解码 那么我们这里是一个入口 那么它根据我们要写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写了一些 除了一些公用的函数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函数 就是提供我们显示图片的一个入口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里有一个airo的pigfile 那么这个函数就是你要解码任何文件 那么你就传参数给它 比如说文件名 然后你要在液晶上面哪个点显示多少宽度高度 这个显示 是这样子的 用这个函数 那么接下来在讲解这个函数之前 我们主要是来看什么呢 我们也主要是看这个picture下面的这个代码 因为对于我们其他的三个文件的话 它们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去对图片进行解码 虽然它里面有很多函数 也不止一个 但是最终它们开放出来 主要是一个函数 比如说从我们这个piglib下面的这个airo的file 也可以看出来 那么它最终是要根据不同的文件格式 大家可以看不同的文件格式 最终调用的是什么呢 调用的是这几个函数 那么这几个函数就分布在这三个文件里面 比如说bmp图片解码 就是在这个bmp.c里面有个stdbmpdecode 有个这个函数解码函数 比如说是jpg 那么在这个tjpgd 这个下面有一个jpgdecode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比如说是gif解码 gif文件 那么在这个下面也有gifdecode的这样的一个代码 所以最终入口是我们这个piclib.c 以及它包含的投文件.h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解的重点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看 我给大家讲要的话一下我们这个程序的思路 首先我们在这个下面 我们有一二三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里面开放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bmp 解码函数 bmp 然后这里就有gif的解码函数 这里有什么jpg 这些都有 这个gif 我们把它弄得看得清晰一些 这三个文件的话 每个文件里面都有这个相应的解码函数 然后我们piclib是什么呢 它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的piclib 我们把它画出来 当然包含它的投文件 还有它的这个原文件 那么首先它提供了一个路口 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它提供一个路口函数 供我们上面外部的函数调用 比如说解码的一个函数 然后它会根据不同的格式去调用 我们bmp gif jpg 解码 同时这个piclib里面 它还有几个公用的函数 就是写出来了几个公用的函数 那么这几个函数的话 是在我们bmp gif jpg 解码里面可能会用到的 所以它在这个公用的函数里面 把这几个函数定义出来 供它们来调用 同时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液晶 我们除了解码这个图片之外 我们还要在LCD上面显示 所以液晶的显示肯定会打交道 所以在我们piclib里面 它就做了一件事 它会把这个液晶显示 所需要调用的函数 在这个里面piclib里面定义 比如说我们几个画点函数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它就会把它指向什么 指向我们的液晶驱动里面的代码 那么接下来 我就是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piclib下面 piclib这个文件 它的执行过程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头文件 头文件 那么这个头文件里面 主要是这里 除了这个函数声明之外呢 还有两个结构体 两个结构体 这两个结构体非常重要 那么第一个结构体的话 我们叫picphy 那么一般phy的话 就是物理层 什么叫物理层呢 就是非常底层的 那么在我们图片显示里面 非常底层的就是什么 就是液晶显示 相关的底层驱动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定义了这个结构体 然后它的成员变量 大家可以看 都是什么 都是函数指针 都是函数指针 比如说red point draw point 那么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定义 是什么作用呢 大家 谁语言学的好的同学 可能就比较清晰 那么这种方法 通过把函数指针 作为结构体成员变量 然后我们定义 首先我们在这个头文件里面 我们用exton 声明了一个这样的 结构体的一个变量 告诉我们 这个变量是在外部定义 那么在哪里定义呢 就是在这个psclib 这个下面 大家可以看 我们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 那要定义之后 有什么作用呢 大家可以看 实际上在这里 就有一个picklib init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就把这个结构体变量 的成员变量 结构体的成员变量 进行了一个初始化 大家可以看 red point draw point fail draw line fail color 也就是 这个头文件里面 有五个成员变量 实际上是函数指针 那么它就初始化了 它这几个成员变量 分别指向 大家可以看 指向的这个是什么呢 LCD的red point fast draw point 也就是这里五个函数 其中有三个函数 是直接在我们LCD的驱动里面 可以找到 还有两个函数 比如说画线 颜色填充 那么是在我们这个上面 这里有实现 那么这个实现是因为我们夜镜显示时间里面 所以这里写了 从最终掉用了LCD底层的函数来实现 所以这样写的好处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方便大家移植 那么大家在移植我们这个图片解码实验的时候 那么大家只需要修改什么呢 第一个 要么你修改这个piglib里面 把改变这五个函数的指向 因为你可能写着用的夜镜驱动 或者说不一样 那么你可以根据你 你只需要提供五个函数 读点画点 填充函数 填充LCDFail 还有画线 颜色填充 你只需要把这五个函数实现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里的软件 你就一定可以 以及相关的 比如说SD卡的底层 对于SD卡底层的话 主要是获取这个图 文件信息 这个的话相信大家学了SDIO 或者学了这个图 学了这个文件系统 都会比较熟悉 那么除此之外 你只需要把这五个函数 指向相应的函数 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这样写的目的是方便大家移植 然后到我们这个piglib下面 大家可以看 还初始化了一些参数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里的piginfo 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么它是一个结构体变量 那么它的定义 这个结构体的定义也是在这里 那么对于 这个结构体的话 它主要是一些 我们叫图像的信息 那么这里 大家可以看它包含了 因为我们最重要显示 所以它包含了 液晶的LCD的光度高度 图片的宽度高度 还有这些 我们设定的 要显示的宽度高度 和XY轴的偏移 就包含了这些图像信息 那显示的信息 所以在这里都把它给初始化 并且为零 所以这个函数 piglib unit 这个函数 在我们进行解码之前 我们必须先去调用 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 对于LCD 那么在我们 调用这个函数之前 我们会调用 液晶的初始化函数 会去获取到 液晶的高度和宽度 然后付给这个 结构体的成员变量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弄好了之后 接下来这里有 piglib alpha band 还有 air draw unit 还有这个 is element ok 那么这三个函数的话 实际上 也就是我刚才讲解的 公用的函数 有三个公用的函数 是方便 这个下面解码 他们来用的 那么我们一次来看一看 一个是这个alpha band 那么这个的话 可能做过图像 做过图片显示 要求比较高的同学 可能对这个alpha band 可能比较熟悉 那么它是出一种 透明的处理 一种算法 alpha band的算法 那么对于这个 ai draw unit的话 这个函数是做什么呢 这个函数的话 它是我们叫 初始化智能画点 那么它是 供我们内部调用 就是供我们这里 解码来调用 那么这个的函数的作用 就是说 默认我们要将一个图片 比如这是液晶 显示在这个 某个正中央 就是以某个点为 正中心来显示 所以会掉用的 这个函数 然后is element ok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它是用来判读 这个像素 是否可以显示 那么同学就会问 什么叫这个像素 是否可以显示呢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图片 但是我们的液晶 如果说比图片小 那么我们要在这个 液晶上面显示的话 那么就要对图片进行 什么 进行压缩 比如说我们是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是一个二乘二的液晶 但是我们要显示一个什么 四乘四的图片 那么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 我们这个图片 只显示 要把它压缩 压缩到四分之一 所以在这个原始的图片里面 我们可以可能会采取什么呢 隔一个点 隔一个点来显示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些点 需要显示 有些点不需要显示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那么它主要是用在这个压缩里面 可能会用到 那么这几个函数 我们讲完了之后 接下来 那么就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 AI load picture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作用 就是根据文件名 就确定我们的文件显示的这个图片 文件信息 然后在哪个点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液晶 在这个点 然后高度和宽度 确定也就是在这个区域 来显示这个图片 是这样的一个函数 图片显示函数的入口函数 那么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 它就分析液晶的高宽度高度 我们图片的宽度高度 来确定我们有些可能要进行一些压缩 有些点不显示 或者说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前面进行一个准备 然后最终呢 最终我们调用这个F TypeTel这个函数 那么FTypeTel函数的话 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Extend Functions 这个函数里面提供的这样一个公用的函数 那么它是根据我们的文件名 来确定我们的文件类型 所以这里 它就是获取它的类型 付给这个Temp 然后如果说这个类型出来是BMP JPG JPEG 或者GIF 这几种格式 那么它分别调用相应的解码函数 那么如果说是其他的格式 因为我们这里只支持了三种解码 所以其他的格式 那么我们就认为是不能识别的图片格式 那么这个函数也是最终调用的是这个底层 那么对于BMP JF TG PG 这些解码函数的话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因为这个讲解很多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图片显示代码的话 我们主要讲解 教大家怎么来用 并且把这个实验运作过程 给大家讲要的讲解 然后这个最后面两个就是动弹 动弹内存分配 那么这里因为用到了内存分配 所以我们在这个函数是在这个解码里面有用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最终是调用我们 摩托口下面的这个内存分配释放函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函数 我们打开这个main.c文件 那么不管是对于哪一块开发板 那么我们这个图片显示实验里面 都是有两个这个主 main.c里面都是有 或者说寄存器版本的test.c里面 都是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这个picgettnumber的这个函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函数 那么对于这个picgettnumber这个函数的话 它是根据它的入口参数 有一个是pass就是这个入境 那么这个函数的话 它是返回这个这个一般这个入境的话 是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某个定向的某个文件夹 那么它返回的话是总的有效文件数 那么有效文件数的话 就是说是我们这种图片 图片格式 图片格式的文件 那么比如说我们某个目录 A目录下面有有几个文件 比如说BMP的什么的 还有几个文件夹 还有几个其他格式的文件 那么它返回的只是我们这三种 图片格式的文件的数目 那么在讲解这个函数之前 首先我们在讲解 前面我们在讲解文件系统的时候 我们有讲解过有个这个网站 可以下载文件系统的原码 同时还有对它的函数有进行讲解 那么在讲解这个 我们的这个tgetnumber这个函数之前 我先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这里面一个函数 就是这个readdir 就是读取这个目录 那么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函数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readdir 这个freaddir这个函数 我们点击进去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函数的话 有两个入口参数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末路 末路 第二个的话 是一个file info的一个指针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返回值 那么输入 大家可以看 输入的话就是这个末路 比如说某个末路 这叫in out就是输出最终的 那么它输出的是 我们这个末路下面 比如说我们读取 我们这个末路下面 这是一个末路 下面有几个文件 那么它第一次 调用这个readdir的话 它会直接指向第一个文件 然后把它的信息 在这里返回出来 然后你在第二次 去调用这个的时候 用同样一个目录 因为它会去 自动的去改变这个索引 那么它第二次 会去使第二个文件 一次往下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readdir这个函数的作用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下面 有一个叫sample code 就是实力代码 那么这个下面 有一个函数就是 scan files 就是扫描文件 那么这个实力代码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非常经典的一个 那么它是扫描什么呢 这里它的路口参数 就是一个pass 就是一个路径 那么它去扫描的是 整个这个末路下面的 所有文件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实力 也加深大家 对这个函数的理解 那么这个 大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它首先打开这个末路 打开成功之后 然后去读 大家可以看 是在这个循环里面 去读readdir 那么每次读取 比如说它会读一个文件 我刚才说了 readdir第一次是第一个文件 第二次会自动指向第二个文件 所以它去读 读了之后 然后获取它的名称 如果这个名称 如果这个文件是一个末路 大家可以看 这里进行判断 进行判断的话 如果是末路的话 那么它会在这里面 再调用这个函数 这是一个循环 调用自己这个函数 大家可以看 是GameFiles 如果是个末路 它就调用自己 自己的话又会循环回来 直到它是一个文件的时候 就执行这里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的话 大家可以看 它在这个货循环里面 之所以可以能寻 是因为每次调用这个readdir 只要你的入口参数是一样的 那么它会下一次读的时候 它会改变 自动改变它的索引 在这个函数里面 那么我们再回头 看一下我们这里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的过程 也几乎是一样的 先是打开这个末路 然后打开成功了之后 去读 在wire循环里面去读 去读 获取文件名 那么获取文件名的方法 跟我们磁力代码一样 那获取文件名之后 然后就用这个type tail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函数 去判断它的类型 那么如果说 它对这个类型进行运算 如果说是等于0x50 那么就说明 它是图片格式 那么是我们有效的图片格式 这里就加加 那么最终把它返回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代码 主要的核心 就是用readdir这个函数 这里大家要注意 那么在我们组行数里面 是怎么来做的呢 首先前面就是对文件系统 还有SD卡 SPI Flash的一个挂载 这些东西我就不讲了 那么核心的代码 从这里开始的 wire循环 那么首先 我们这里默认打开的是 0picture 下面这个目录 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挂载的话 0的话 我们默认挂载的是什么 SD卡 所以我们图片显示实验 主要是操作我们这个SD卡 在这个picture文件夹 下面的这个图片 所以这里大家要注意 大家在测试的过程中 有会报错 说这个picture文件夹错误 那肯定要么就是 你没有插SD卡 或者说你的SD卡 里面没有这个picture文件夹 这里大家要注意 所以这里 首先打开这个目录 然后如果打开失败 就说明没有这个picture文件夹 所以它会提示 然后打开成功之后 然后就去get这个number 所以这里的话 实际上就是去获取picture文件夹 下面 总的有效文件数 总的有效文件数 如果没有这个图片文件 这里就显示 没有图片文件 如果有 就进行下面的操作 那么对下面的操作的话 核心代码是在哪里呢 核心代码就是在这个下面 这一段 核心代码在这里 那么首先 它是open dir 打开目录 打开之后 然后在这里 就在循环里面 去read dir 去扫描 read dir就是读取这个目录下面的一个文件 实际上它是每一次循环都把索引 我刚才说了 index索引往下 加一 所以在这个循环里面 读取一个目录 读目录之后 就文件信息就保存在这里 然后去获取这个文件的名称 然后它的类型 如果是有效的 然后就怎么样呢 如果是有效的 然后它记录 把这个索引给记录下来 大家可以看 记录下来 也就是说 我这个目录下面 文件 读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一次去扫描 扫到哪一个文件 先是图片文件之后 就把它的索引信息 把它保存在我们这个picture index table 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接下来 才是先是扫描的 把这个图片文件的索引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去根据索引 来找每一个文件 再去显示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里先是去打开 然后在循环里面 做什么事呢 这里调用了一个 这个叫dirsdi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也是我着重要讲解的 在这里 这个函数的话 是在文件系统里面的 一个函数 那么默认情况下 它是一个static的函数 它是不开放 给我们外部调用的 一般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正点原子 就把这个函数 static去掉了 同时 在这个文件系统 ff.h里面 大家可以去找 我这里就不找了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函数的 声明的static去掉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 就可以调用 那么这个函数的作用 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讲了 默认情况下 我们去download dir的话 它每调用一次 如果我们这个输入的 这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样的 那么它会改变 它的所以 加一 执行到下一个 那么我们在这个 download dir之前 我们先采用这个 dir sdi 这个函数 那么它的作用的话 就是直接改变 改变当前目录的索引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这是我们的picture 文件夹 下面有很多个文件 那么 有些文件可能不是图片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 这个文件是图片 这个文件是图片 那么我们在 wire循环里面 我们首先 就要显示 这个图片 并不是从第一个显示起 所以我们 用这个函数的话 是 改 改变 索引 改变 那么索引 根据我们之前 讲的 我们开始扫描了 这个目录 把它的信息 保存在 这个table里面 所以我们就 循环 去获取 这个索引 然后每一张 每张的显示 那么实际上 它的思路 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更加容易理解 就是我们这个目录 下面有四个文件 比如说第二个文件 和第四个文件 是我们要显示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2和4 记录下来 然后每次显示之前 我们去直接定位到2 来显示 然后下一个的话 因为我们2 2记录了 4记录了 2的下一个 我们记录起来是4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定位到4 再去拿取 获取这个文件信息 再去显示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所以我们这里 直接来改变它的索引 然后再去读 读了之后 把这些文件名字信息 拿取出来 最终的代用的是Airo的Picture 这个总的图片显示 解码入口函数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同学就会问 当然也可以怎么样呢 也可以直接扫描这个目录 每一个文件 确定它是图片 就去显示 这样不是更好吗 这样也可以 只不过我们采用这种方法 先把这个有效的图片 把它的索引记下来的方法 好处在哪里呢 好处是方便我们后面 直接进行上一张 下一张显示 是为了这个方便 因为我们只有把它的索引表 给记录下来了 放到一个table里面 那么它A的上一张是B 就直接可以定位 而不需要显示下一张的时候 再去进行扫描 是这样的 这个好处就在这里 然后对于这里 带我Airo的Picture之后 接下来在这个循环里面 是对按键进行扫描 显示上一张下一张 这个就很容易改变 也就是改变索引 那么对于这个代码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我把这个代码下载到我们开发版 下载到开发版之后 打开我们的这个摄像头大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因为我用的 我把图为了显示的更加清晰 我采用了2.8的液晶 表面比较脏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们复位之后 提示之后 立马就开始显示 显示 这些图片 大家可以看 这些解码 然后这里 还有这个GIF 大家可以看 这就像一个动画一样 那么对于这个图片解码 看起来比较慢 实际上是为什么会比较慢呢 受限有几种 第一个是我们处理器的性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里采用的是 直接从SD卡去读取图片 然后去显示 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要提升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个液晶上面 主要是一个桌面 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快速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图片 存到我们的SD-Rain 这种 或者说SPI Flash 这种稍微快速一点的 尤其是SD-Rain 非常快 S-Rain 存在S-Rain里面 比如说我们站键板上面 S-Rain 那么你存到这个里面 再去显示 那么就非常快 当然还有一些方法 就是直接把图片 先去进行解码 把我们 因为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像这种 一些系统里面 用的几张图片 都是比较静态的 就是大概就是这么多图片 那么大家可以先把它解码 解码成这种位图 然后我们与液晶的对应起来 然后需要显示 这个图片的时候 直接显示到液晶上面 那么这样的话 速度也是很快的 那么对于这个图片显示实验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 今天的内容 主要是讲解的这个程序 那么大家 在开发或者学习过程中 我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可以去 多去操作一下 我们这些 这个图片显示的代码 来加深理解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